平東的海軍陸戰隊兩棲徵搜大隊 沿著海岸線一路徒步 尋找失蹤的上尉潘影尊 而海上搜救作業 因為天候海象不佳 依然處於機動待命狀態 我們的海岸的監視 發現了這底下也非常混濁 也看不清楚 並不適合下海做水下搜尋作業 我們的潛水員下去之後 可能會被沖走 所以現在還在等這個海象穩定之後 再進行水下搜尋作業 在台東的海巡隊人員 也持續在岸邊進行地毯式的搜索 台東市長張國舟 在下午來到台東殯儀館 吊姓不幸殉職的中尉羅尚化 羅中尉市長是為狗先去 所以說在這邊所有會會用 我們都一力卻以前面 有需要我們要服務的地方 我們會盡最大能力來為我們羅中尉 他的最後人事一旅路 讓他一路好走 把對羅尚化的思念都寫在卡片上 以期待著能盡快傳來潘影尊的消息 大愛新聞綜合報導 我會看見你囉 感谢观看